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鏡哥 今天這一集是有點沉重的一集 當你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相信應該已經知道魔鏡哥 應該說有部分人已經知道 魔鏡哥自己開副頻道的消息了 前一陣子魔鏡哥開始稍稍 一點點的在推廣副頻道 國務室有國務室的 遊戲有遊戲的 還沒開 講了幾集吧 但是我現在還沒開 原本是預計三小新聞要獨立出去的 變成這幾個系列 但是從主頻道的數據 後台數據來看的話 就發現 知識類型的反而才是最不受歡迎的那一個 啊! 講到這一個呢 我就格外的心痛 魔鏡哥算是從知識型 壯大到大概一百多萬訂閱的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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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過半年的時間 墨鏡哥上片時間一直非常的固定 上片量也非常的少 如果有發了墨鏡哥 鐵粉應該都會知道 有一段時間墨鏡哥真的是很不固定 最近一年左右 這個狀態才慢慢的回來 就是上片步驟這個部分 雖然說很多片 都因為跟新的片師配合的關係 還有其他的原因 像是要在後台審核這樣子 所以有些片會delay到兩個禮拜 那有一些卡香蕉被外地塞香蕉 卡紅不要卡那麼久的 可能拖到一個月 我加到這個我又有一個超大的遺憾 有一集好像講什麼恐怖份子的吧 那個美軍從那個阿凡測軍那邊 那一集喔 卡到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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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得發 黑不見天日的那一集 然後呢後面因為卡到那個根石實在是脫離太久了 不上了 好像還有大概兩三步也是差不多這樣吧 總之呢就是從那段時間開始啊 就是墨鏡哥上片頻率變得很少 然後再從慢慢慢慢恢復的這段過程中呢 演算法在墨鏡哥的頻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從那個時候開始 主頻道的資質類型就挺受歡迎的 就很明顯看到 像有沒有不幸你去回去翻 我那個前幾個禮拜活躍之前 我忘記也反正講到大象了 大象那一集 觀看多少 好像3萬多吧 哇靠 嘖 然後還有一集什麼 垃圾的吧 哇這種特有營養的呢 特不受關注 我也沒辦法 這其實是我最想拍的 就是有內容的 但是呢 卻是最沒點閱的內容 所以呢 算了啦 那後面其實我就看到不少留言是說啊 為什麼墨鏡哥人都要拍這些新三色的 為什麼要拍這些沒營養的內容 啊沒辦法啊 我要生存啊 我開支很重啊 我得持續有點閱率 然後呢要比較好的成績 那從後台數據就可以看到 這成績就比較好 那我也沒辦法 這坦白講 這是好拍的 輕鬆拍的 但不是我最想拍的 我最想拍的就是類型的 但 觀眾的選擇 或是演算法的選擇 這是我作為一個要生存下去 生活下去創作的 的一個難題啊 那最終不得不選擇像 現實低頭 只能繼續拍這些 沒有營養的 在這個主頻道 那有營養的這些類型就端出去啦 鬼屋師呢也是這樣子啊 那鬼屋師其實 從後台數據可以看到 看蠻多人怕鬼的喔 那但是呢 欸鬼屋師這個類型啊 或是靈異節目 嘖 這個觀眾呢是 喜歡看的就特喜歡看啊 一直敲碗 墨鏡哥你什麼時候要講那個 經驗不搞笑啊 欸對了那墨鏡哥在用手機 打那個經驗不搞笑的時候 你會發現 跳穿那個聯想車還蠻不當的 難怪會在那個 齊磊剛開出來的時候 底下留言就是會有那些 無湯的字眼在裡面 欸 不要講到這邊你不知道的 還跑去打試看看喔 無湯喔 人就不要那麼犯賤 叫你不要做你還要錯 特賤 那遊戲部分喔 會獨立給大家開一個頻道 也是因為 其實 墨鏡哥最早最早 最早以前是玩遊戲起家的 嗯 我覺得 可 可以 講到什麼 可以 我爾 把遊戲排一下給大家看 但是這個頻率呢 我得看錯況 再強調一次我是一個 開支很重的創作者 沒辦法 這個 理財沒有理得很妥當 然後呢 又下滑得太快 所以導致這個生活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 要活下去就得看成績 誰的成績好 我就多拍哪一個 這樣就這麼簡單 那儘管那些 最有教育意義 最有營養 最有內容的影片 是我最想拍的 但我還是得看狀況 看狀況 再強調一次 誰好就多拍誰 那然後呢 我要宣布一個好消息 就是 墨鏡哥最近 幹了一件大事 幹大事 喔 我覺得我超聰明 有的時候是覺得 靠 我這個人也太 對大家不公平了吧 我怎麼會 又帥 又聰明啊 呃 不要打 就是呢我最近 把相機 給處理喔 什麼意思呢 就是各位 有關注墨鏡哥的人 應該都知道 墨鏡哥從以前那個很破爛的 事實話值呢 進步到現在 算是 肉眼可見的進步啊 那再次呢 其實用這個單元相機拍 我會覺得很麻煩 因為呢 以前我是用一個腳架 在旁邊嘛 這個鏡頭呢 我沒記錯到光鏡頭本身 就 六七百克重 哎唷沒有沒有 我得去查一下 反正就是F1.2 然後50mm的定膠鏡 尼控Z鏡 這個鏡頭特重 那這張機身本身呢 就也不是那麼的輕 所以呢 我一定得用一個專業的腳架 相機腳架在那邊拍 但相機腳架又很麻煩 超麻煩 定的欸 那個三個腳 因為它3.4的 來啦 我懶得解釋那麼多 就是插開之後呢 它佔的空間很大 太大的情況下 就會讓我房間變得很擠 那 平常為了不要讓它很擠呢 我就得拍完 把它收起來 下次要拍的時候 就把它架出來 那如果架的位置呢 又要改變 然後架那邊 有時候經過 又要把它挪開 那架這邊是 不會經過 但是呢 會影響到我現在 用電腦螢幕的視線 然後呢 拍完的時候還是得把它挪走 但因為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長久然把它擺在那邊 然後呢 我就覺得 唉 唉 說完了 露臉 麻煩了 所以我呢 就 沒有那麼愛露出來 我是說臉的部分 鏡頭的部分 補死的部分 好不好 然後呢 我最近幹了一件大事就是 我把我的單眼相機 直接用懸浮的方式 架在了 我的正前方 然後呢 不會影響到我的視線 然後呢 我覺得這超聰明的啦 我用了各種土炮方法 先把相機腳架 連同相機本身呢 這個一定是要固定在一起了吧 這沒掐選 固定好之後 我相機用橫的 插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這裡有個地方 把那個相機 頂起來 反正就是變成一個 橫的相機架 我好像在自嗨 你好像聽不懂我來講什麼 好沒關係 不用理解 反正就是 現在相機處在一個 非常完美的平衡點 在我的螢幕上方 不會影響到 不會卡到位置 走過去打開開關 就可以開始錄 我覺得非常的好 所以以後 某金哥應該幾乎 每一集都會 露出來 我是說畫面這部分 我是說畫面 好那 那這就是好消息 可能對你來說也是壞消息 可能對你來說也是壞消息 然後這個 年輕都會被我帥酷 眼淚流不完 走走程度來說也是個壞消息 不好意思 啊對 那個 不曉得跟我們發現 這邊 是摩金哥的百萬獎牌 蠻遺憾的 這個百萬獎牌呢 沒有辦法開箱跟大家分享 其實有拍影片啦 但是 艾雲某星星書 就沒辦法上了 那其實我是很喜歡他 然後上面呢 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訊息 非常好的 這個看不到 過步關係 大家看不到 太好了 這個上面呢有一些秘密訊息 啊 不是很方便被知道 這也非常不錯 然後呢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幾個動物 欸這個 這個 還有這個 這都大有來頭啊 啊 沒關係 反正 就當做一個百事就好 我喜歡 然後呢這個 十萬獎牌我也在想要不要換個位置 你各位呢 各位覺得怎麼樣 要十萬獎牌 跟百萬獎牌 互換位置嗎 還是怎麼樣 喔對了 這個鋼鐵人 是摩金哥的一個遺憾 他原本是 摩金哥在開箱那些 小小的鋼鐵人公仔的時候 鴨翔 準備要開的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 神秘的寶貝 沒有想到 點閱率還蠻差的 我就不想再拍下去 總之他就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鋼鐵人 那他會發過 有一點想過耶 可以擺出各種奇怪的動作 例如現在 他的手呢 在一個有點奇怪的位置 不知道準備要幹嘛 欸你餓湯啊 你餓湯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 好 墨金哥趁著 宣布一些消息的時候呢 順便把一些 過去的事情 還有一些 生活上面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喔我突然想到一個點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就是 最近墨金哥不是有拍過那個 快篩的影片嗎 有直播的 又有後續再篩一隻版本的 欸到現在 依然還沒中 欸欸欸欸 講什麼東西 欸啦沒中 墨金哥現在依然處在一個 絕佳狀態 我是指身體部分 心理部分呢 其實是 挺不開心的 有點憂鬱 有點 沉重 好 沒關係 墨金哥持續努力 持續努力 好了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了 希望你趕快去追蹤一下 墨金哥的子頻道 接下來墨金哥 還是會持續把這些 副頻道的影片 子頻道的副頻道的影片呢 把他持續跟主頻道 做一個 同步更新 欸也不能算同步啦 就是 如果是鬼谷史 和靈異方面的東西 墨金哥優先在於這個 專屬的頻道 先發佈 然後如果三五天再從主頻道發佈 提醒你 應該說暗示你 墨金哥其實在拍這部片的 大概兩三部片前 就已經拍了一部 熱騰騰的 阿飄影片了 反正就很刺激的影片 會讓你看得毛骨爽的那一種 已經拍了 所以接下來鬼谷史的頻道呢 會發佈 第二部影片 總之 趕快去訂閱那些副頻道 不過幾個月之後 我們會將把這些頻道呢 各自發到該有的頻道去 不會再從主頻道發佈了 幾個月之後啦 趁現在 趕快去追蹤吧 好了 那就這樣做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出發